这个流浪汉穿得一身破破烂烂 却大摇大摆走进一家超市 刚进门就故意撞倒一堆货甲 趁工作人员整理之际 他从食品柜上拿出一罐蜂蜜 马柳拧开 然后沾手指尝了尝 嗯 真不错 于是敲咪咪藏裤子里 流浪汉走一路偷一路 还差点抱走一个西瓜 连冷冻食品也不放过 毫不酷记得往裤子里塞 两个大裤管 很快就被塞得鼓鼓囊囊 旁边老太太见了非常震惊 眼见老太太转身就要去找经理告密 流浪汉却丝毫不慌 还一本震惊质问经理 经理盯着他的裤腿冷笑连连 当场就要叫保安扒他裤子 流浪汉这才罢休 他套上牛皮带 直接撞碎玻璃便逃之夭夭 面对如此嚣张行径 人们却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这是一条拧腻在纽约大度市之中的垃圾街 流浪汉们就是街头一霸 他们流浪于此 每天不是打架斗殴 就是投机摸狗 最后像老鼠一样死去 被当成垃圾彻底清理 可以说垃圾街就是中产阶级的噩梦 每次人们经过红绿灯都得争锋夺秒 因为晚一步就会被流浪汉们团团包围 倒霉一点的就得为强行洗车服务买单 如果碰上流浪汉老大 那就更完蛋 可能连人带车都会交代在这里 阿呆也是流浪汉中的一员 他每日浪迹街头到处坑闷拐片 瞅准别人丢垃圾的空膛 还能像狗一样尾随人后 趁机溜进民宅 抢完东西就跑 这天阿呆顾富蒙泰 他走进一家商店 和同货巧妙配合制造出一场混乱 然后立马顺手牵羊 将一瓶酒偷入袋中 可谁知刚出门 口袋里的酒就被另一个流浪汉偷走 小偷走到无人处 拧开酒瓶开始蹭饮 可刚喝一口 舌头就瞬间变蓝 然后身体也开始渗出蓝色液体 整个人渐渐容神蓝水 直到射地消融在马桶之中 其实这是一种名为毒蛇的毒酒 他深藏地底六十余年 最终被商店老板从地下室找出 并以一美元一瓶的价格 摆在前台销售 有个破产老头 拿出身上紧剩的硬币 换走一瓶毒蛇 他爬上天台 正打算独自畅饮美酒 可刚喝下一口 他的脚趾头顿时就扑扑作响 接着身体开始化作黄色染料 滴滴答答往楼下掉落 一个路人好奇抬头一看 瞬间被黄色液体砸中 疼得他连滚带爬夺命而逃 脸上还冒着滋滋白烟 原来这种酒具有极大服食性 谁喝下这种液体 身体就会迅速服食融化成 无颜六色的燃料 就算不小心碰到 皮肤也会被严重灼伤 又有个胖蹲不知毒酒威力 猛喝下一大口 立马被呛得直打嗝 肚子也煞是膨胀鼓起 阿呆吓得转头就跑 身后果然响起爆炸声 而胖蹲已经被炸开了花 阿呆惊得目瞪口呆 可在他明白毒酒的威力之后 阿呆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复仇 阿呆是活得最没尊严的那个 从来只有被欺负的份 尤其有个恶霸天天殴打他 阿呆立即穿上酒 假装路过恶霸旁边 他放声歌唱 果然引来恶霸对他拳打脚踢 恶霸抢走毒酒 还不知危险将至 他每滋滋喝下一口 身体瞬间枝叶四喷 阿呆目的达成 于是连忙逃离现场 阿呆吓得跑回家 又为弟弟教训一顿 原来他还有一个兄弟 可弟弟阿满是个自强不息的好青年 虽然穷困潦倒 但从没放弃生活希望 阿满在废车厂干活 每日正点零钱 勉强能维持生计 车间的阿妹很欣赏他 经常周记两兄弟 但这一幕落在流浪汉老大眼里 就显得极度刺眼 他心想 同为流浪汉 凭什么阿满就能得到美女的青睐 而自己却只能抱一抱流浪汉女人 嫉妒的种子 一旦埋下 就一发不可收拾 老大本就是越战老兵 有战后创伤综合症 性格敏感暴烈 经常对身边人大打出手 这天 老大盯着阿妹开始借酒消愁 他还不知赌酒威力 正向宁克艾克 却突然被流浪汉女人一把抢过 他一饮而尽 很快遭了殃 老大吓得牙瓷欲裂 关于战争的回忆 清刻经有入脑海 他一路冲出去 看到阿满就追着一路打杀 他们逃窜在拥挤的车间 一路醒向还生 阿满的小命 好几次差点交代在老大手中 好在危急关头 阿呆及时出现 他向老大拨出一瓶毒酒 暂时引开注意力 趁着机会 阿满甩出终极武器 一下干掉了老大 电影结尾 恶人终于被消灭 劫后余生的警人 紧紧相拥 被世界遗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自己把自己放弃 宁愿被当成垃圾彻底处理 也不愿意 这狗屁的命运 说一声不